记者张勋腾苗栗报道,苗栗县政府为推动下月节电宣导,将于8月4日及12日举办两场GO节电。 Farm电影星空电影院纪元游会活动,邀请相亲当天晚上7点至8点关掉电器,走出户外,现场还有摩采柱性,包含50寸液晶显示器,智慧扫地机器人,脚踏车等百项奖品。 苗栗县长徐耀昌指出,电力供应一直是民众关切的热门议题,苗栗县府持续推动节约能源不遗余力,更连续6年获得节电优良县市佳季,尤其夏季用电高峰期来临,希望延续去年节电3000万度的好成绩,相当于1.6万公吨或60个大安三联公园排碳量。 在创节电高峰,苗县府将于8月4日晚上在苗栗县政府前县民广场放映动画电影《海迪总统员2》,多利去哪儿及12日在公馆乡苗栗特色馆广场放映动画电影《冰原历险祭祀》,板块飘移,邀请相亲在当晚上7点至8点相应关灯一小时,关掉家中电器,走出户外享受夏夜晚风中的一文响宴, 现场除免费提供爆米花及饮料,节电闯关及点送等活动,还有摩采,包含50寸液晶显示器,智慧扫地机器人,脚踏车,DC直流遥控电扇等100项奖品,希望相亲一起来节电,让节约能源成为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。 感谢观看